大家好,今天的北京日报客户端呀,登了一个新闻,一下在网上呢,炸锅了 是什么呢,是关于说呀,这次咱们中共在北京市的第13次代表大会 然后呢,蔡奇同志做党代会的报告 里面呢,提到说未来五年,北京将坚持不懈呀,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然后后边就不用说了吧,就还是那一套啊 所以呢,炸锅的点在于是未来五年啊,未来五年 他们就说嘛,你怎么又来个未来五年呀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防疫政策,清零政策还要再持续来五年 而且五年这个事呢,又比较敏感啊 你们也知道嘛,现在在北戴河,老大们在开会啊 接下来啊,关于一些未来五年的这个计划呀 是不是,会有什么变动啊 包括说,有人猜嘛,会不会武统台湾啊 都可能在之后的北戴河会议上呢,会有一个雏形 因此呢,这次的北京日报啊 他的这篇文章啊,让人很多秀出一些味道来 他们就纷纷在猜想啊,是不是已经拿到一些什么内部材料了啊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啊,他体现了啊 我们这个党中央啊,最高的一个精神意志,就是已经定了啊 已经拍板了啊,未来五年啊,沿着这个路线呀,继续走 当然不是说不行啊,但是呢 呃,说实话,大家之所以对未来五年这个事啊,这么敏感啊 就是因为,你想嘛,大家开玩笑 说今年啊,是这个新冠纪元三年 什么新冠纪元三年呢,就从二零二零一九年嘛,开始算 算到,算到二零二十年啊,正好是三年啊 所以叫新冠纪元三年 那,也就是说,再来五年啊,一点五倍啊 把之前的这些的这些呢,再遭,再重新来一遍啊 那很多人就觉得,我靠那,他们这受不了吧 嗯,包括说这个马上啊,就要开二十大了 所以大家很多人也希望这个二十大啊 反正这次啊,开二十大的代表大会上呢 会不会啊,觉得哎,反正也连任了 我们这个防疫政策要稍微调整一下啊 不用再那么坚持动态清零了 加上之前有很多人也在投识问路嘛 你包括这个老胡,对吧 胡锡进那会儿被尝试过 开始说,哎,我们这个北京啊 这回这疫情啊,又是没防住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啊 这个动态清零政策是不是要再,哎 再放宽一点啊,再灵活一点啊 其实就是在提前预设去叼盘嘛 看看,就我,我给你上边啊 先打出一个风向来啊 先给你当这个马前卓啊,试探一下 然后你要觉得,哎,我这个方向是对的 你可以夸一夸我嘛啊 然后我也能获得一些政治红利和政治资本 然后来很快呢,就被全方位的给压制下来了 一方面,北京疫情确实没有扩散 至少没有扩散那么厉害 另外一方面呢,大家还是从各个渠道啊 来反复重申啊 坚持动态清零路线啊,不动摇啊 好歉老胡这这就没信了啊 所以问题就还是回来了啊 到底有没有说过未来五年啊 这个,呃,北京日报的主编啊 他呢,说呀 朋友圈发这么一段话 说,这个我可以权威的说明一下 说未来五年这四个字啊 确实是原文报告里没有的 是我们的记者误加的 啊,为什么会误加呢 啊,说来可笑 因为要抢时效性啊 他们拆解了报告 重点,预先做了模板 说未来五年要干这个啊 要干那个啊 啊,一段一段的套进去啊 就把坚持常态化 疫情防控啊 也套进去了 没过脑子啊 结果连起来啊 一毒啊 就出了笑话 说这确实是啊 媒体层面的操作失误 说我们啊 说我们的人啊欠专业也可以 总之希望大家不要再搞这个以讹传讹啊 放大这个失误了 说呢 本人以北京日报啊 社长身份澄清 欢迎传播啊 而胡怡进呢 这个老胡啊 他也过去啊 在跟进这个事情吧 那说北京市有关同志啊 给我看了市委领导 报告的部分的原文 我一看呢 说今天上午刷屏的未来五年啊 那张图片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应当说 客户端记者的解读啊 不够专业啊 造成了大家的误解 原报告呢 很长啊 他回顾了过去五年北京市的工作 也对当前和未来五年工作 提出了要求 该部分啊 说了很多项工作啊 在每一项工作论述的前头 并没有未来五年的时间强调 记者对那些工作都做了拆条报道 每条的前面都自己加成了 未来五年的时间改定啊 就是他说啊 这个未来五年啊 就是批量往里套啊 并不是只针对那一条 这原文嘛 说坚持不懈 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啊 当然啦 这也可能阴谋论 爱好者啊 我跟你说啊 这八车就是啊 他刚搞一个政治投机 然后来呢 大家反响非常不好啊 于是他赶紧要开始装死 给撤回来了 说啊 这是套模板套坏了 对吧 你要这么解读也不是不行啊 因为咱也确实没有实质证据啊 我觉得呢 放不上啊 放不上啊 老胡后边一些一些片汤话吧 就说啊 这北京防疫啊 最近 最近这段时间啊 做挺好啊 是吧 反正说大家就赶紧翻篇吧 看看这个观察者网的评论区啊 你看 最高赞 九国赞十四个彩啊 说 坚持常态化防疫 怎么就消极了啊 未来五年啊 会冒出多少啊 新品种流行病啊 早就已经啊 无法想象了 负责任的政府啊 难道不应该加强 常态化防疫力量的建设吗 宁可备而不用啊 不能用而无备啊 无备浪战的教训还不够吗 这个是九国赞 十四个彩啊 就彩的比赞的人还多啊 问题是呢 你说你要真是说 只是为了防未来五年的啊 什么新品种流行病 那我跟你说 呃 全球各地每年的流行病啊 数以千万啊 那各种各样变种 那多如牛毛啊 我就不信你全防得住啊 但是你说 那我就防新冠这个级别的 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 你在防的 就是新冠这个级别的 对 我的虫肺 你怎么知道 你在防疫的 就是新冠这个级别的 而不是某个毛毛羽 毛毛虫 很可能你准备半天 防半天 发现 卧槽 都精力花在这了 其实前一谋号之中 可能有另一种啊 实际伤害性更高的啊 一种病毒 一种细菌啊 正在中国死虐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有了 你说你要是以说 呃 中国绝对啊 要全方位的防御所有病毒 疾病 传染病 流行病 我觉得我可能 那咱这医疗负担啊 你也不弄了 咱天天就 大家天天戴口罩啊 三天两头 每天都去医院 这人体本身就是个病篓子 我就不信有人能做到说 啊 真正的 真正的啊 完全清零 说体内一丝病毒都没有 几乎是不可能的啊 不是有人开玩笑吗 说把一个现代人啊 你只扔回到三国去 你都不用说这个 什么上阵杀敌啊 学学这官人也 你那待个十天 你光体内这各种病毒啊 在古时候是没有抵抗力的 你让三国那帮人直接嗝屁啊 形成形成这种大瘟疫啊 当然当然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底下第二高赞说 在新冠啊和其他的严重 传染病的后遗症 长期结果没有明朗之前 我觉得不能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啊 这为什么这没有人踩呢 那比如说什么叫后遗症啊 就跟呃有人说了 像我嘛 做过这个精神手术 他们就有人说 哎精神手术安全吗 你跟他说这玩意 他们在全世界 问是他们好几十年了啊 小一小一百年了 喊不得啊 那不行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基因不会变异呢 我大哥你都死了 你还怪你基因变无变异 有病吧 我靠 还有像这个呃 转基因食品啊 一般傻逼也天天说 啊我跟你说转基因食品 食品有问题啊 吃转基因食品啊 我怎么知道他不会基因编译呢 大哥这问题是转基因食品 在人类历史里边也时间挺长了啊 几十年五十年 呃低有了 对不对 那五十年啊 这帮反对转基因的人 他们到现在还在反对 理由还是哪一套啊 就是有没有啊 长期后遗症啊 那五十年够吗 一百年够吗 啊 在这些人眼里 他可能一直不够啊 那你要真这么说 新冠啊 我们防疫也给搞搞搞个五十年 我们闭关锁国五十年 还是闭关锁国一百年 哈哈 然后你看有人说啊 这个胡总啊太急了啊 什么事都出来 作为一个原来自称的主编 首先应该从各方面详细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 多从主要信息来源 去判断事物的本质与问题所在 国际事务方面呢 我觉得胡总啊 分析的无可厚非 可是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 胡总屡屡屡翻车 胡总是不是应该多听一听意见 总结一下问题所在 大哥人抢就是流量好不好 你人管你这么真实性的 我可先抢流量嘛 人说啊 你知道未来五年 真的是啊 就是搞那样的这种 这种清零政策方案的话呀 经济要承受多大压力吗 啊 幸亏老胡啊 今天站出来辟谣啊 希望大家能理解老胡的辟谣 现在关键就要看明天 股市服务性消费领域能扛得住 这样的利空吗啊 会不会啊 引起新一轮大跌啊 因为投资者他会理解 卧槽 不会真要再搞五年吧 那样的话 中国我就不投资了 我就不投资了 对吧 那你这你搞了三年 我还能忍一忍 你怎么搞五年 我投资我血本无归啊啊 说未来五年啊 常态化意味着餐饮旅游 娱乐酒店 这些行业全部玩完 这些行业涉及到商议就业人口 未来五年工作啊 都是不稳定的 随时呢 都可能面临封城关闭 这些行业就不会有人去冒险投资 朋友啊 你们看问题啊 不要看这么简单 经济最讲究的是预期 这个七个赞四个彩 那很多人不服嘛 我管你呢 我就要我们中国清零啊 什么什么倒闭不倒闭的啊 不旅游不餐饮能死啊 老胡啊不能麻痹大意啊 疫情是长期工作啊 绝不能抱着都过且过啊 等拓靠药的思想 一我们要建立 又是他们野生国师啊 一要建立专业稳定的公共卫生队伍啊 放弃向前看的旧思想 你现在他们那么那么大白给你添添防疫 你觉得够专业吗 你觉得他们还不够专业吗 你知不知道有他们多少地方政府 为了给大白发工资 他们已经都还破产了啊 二是积极科研开发啊 新型防护设备 新型消毒设备 新型检测技术 你是他们准备以后 人人穿的跟他们 这个他们核动力装甲似的 对不对啊 一人裹的背颜色啊 里边什么自己自足啊 说所有病毒来不来 都进不来啊 连他们核服务都进不来啊 你只要搞成这样 是不是 你才可以 你别告诉你不拖 你你你你回家你不拖吗 你拖了之后 你就没有设备了啊 你怎么知道你们家里就没有病毒呢 好吧 说现在抗疫不力啊 很大程度就是以上两个问题啊 拖了三年毫无进展 我操简直这么疯了啊 现在他们 咱们现在这个尺度他还不满意 已经搞到很多地方政府 发不出来钱破产了 他还在说 我没得再加倍努力啊 我操 好吧 反正这么个逗逼新闻吧 我们去看看股市啊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